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你们的朋友哥哥 朋友哥哥平时解说哪个体育项目比较多 我平时会说排球 乒乓球 还有羽毛球 都是这种球类的项目 对 都是小朋友们特别爱玩的项目 小朋友们以后也要多多关注 那今天我们看到有两组家庭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 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亲子运动会了 那接下来呢就要请我们两组家庭来各自介绍一下自己啦 我这边的小朋友你开始吧 我叫李文青 我今天八岁 我来自秦荒岛 这次跟我一起来的是我的爸爸 哦 是爸爸 有没有信心跟爸爸能赢 有 说得有点没人气 有没有信心 自信点 有 好 好 下来是我们右边的小朋友跟家长 来 小朋友做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 我叫唐唐一 今年九岁了 来自齐荒岛 是一部小学三天级一班的学生 旁边这位是我的爸爸 非常专业 旁边的这位是我的爸爸 两个小朋友都非常的可爱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是李文青和曹腾一两位小朋友 他们今天将和自己的爸爸一起来做游戏 我们快去看一看他们的表现吧 今天来陪孩子一起玩的是两位爸爸 希望今天咱们都能放松心态 好不好 咱们以游戏为主 好吗 然后呢 都拿出自己最好的水平来 好 那就进入我们今天的游戏观节 今天的游戏第一个部分是 你来比划 我来猜 每队有五分钟的时间 每猜队三个题 即可获得一次从扩顶滑下的机会 最后看哪队可以滑行出最远距离 即为获胜者 你来比划 我来猜 那我们第一轮呢 是爸爸比划 孩子来猜 爸爸平时演戏 这个表演方面你觉得怎么样 还可以 还可以啊 你对爸有信心是吧 对 那你觉得儿子一会儿 从你的这个表演上 能够意识到你要表达的意思吗 没问题 我相信我儿子 好 非常有信心啊 看看这对父子的默契度 到底怎么样 我们来看看第一个词是什么呢 来 请看第一题 计时开始 你字写错了 你需要怎么办 把它弄干净 需要一个工具 三个字 我擦呀 三个字 我擦呀 三个字 你拿什么擦呀 三个字 三个字 对 好 答对一个 第二题 第二题 咱家这碗 刷饭脏了以后 爸爸用什么洗碗 说得行 不行 第三题 咱家 晚上 咱家那个 买的那个 圆的 圆的东西好多 能把米弄熟的那个 能把米弄熟的 电饭包 对 非常漂亮 来 这一题 你再吃的 炒鸡蛋那个 西红柿炒鸡蛋 三个字 前三个字 西红柿 好 答对三个 已经得到一次滑行机会了 三个字 康师傅 后面 牛肉面 换一个 换一个 除了牛肉 还有别的口味呢 是不是 这种东西还有 那个面子 最后一个面子 对了 前面两个 换一个 这种 这种东西 它统称叫什么 帮忙了 徐柳姐姐 提示一下 看着着急 统称 这是一个什么型 对 四题了 这个太难了 这个太难了 看爸爸怎么表达了 用 早上 早上妈妈用平板锅 给你做的那个 你可以表演 对 从哪来的 一的 上午 上午 咱用的 最后一个字 对了 三个字 这个词语到底是什么 让曹腾一小朋友 顿时感到压力深大 那他最终能不能猜出来呢 这个单词又是什么呢 我们拭目以待吧 出包啊 那个第二个字对了一个 书 包包包包 前面一个 包 汉堡包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字是个蛋 你刚才说对了 第一个字是 包 鸡 你刚才说的是那个文具 什么 和 对 第一个字是 和 第一个字是和 第二个字 你背的书 包 和包蛋 我的天 太难了 五个了 加油 这个争取三秒搞定 这个应该挺简单 小圆圈是爱吃的 你小弟在吃那个 包包包 对 好 来来来 下一个 给大家两次机会了 9月10号 都是你 这个开了 三个字 季节道 我还说要提示 不用提示 来 下一道 穿越火什么 山 你玩那个游戏穿越火 线 对 第二个 插线坐 不对 第三个字是 搓衣 妈妈给你买洗衣服 那个搓衣 12个小鸟 搓衣什么 那一块叫什么 黑什么 老师写字 黑板 对 三个字连着一些 插线板 对 不容易 好 在我们的 五分钟时间之内 这一组家庭 一共答对了 九道题 太棒了 现在第二组家庭 已经做好准备了 规则都已经清楚了吧 好 我们现在就开始 来看第一题 家里边用完的东西扔在哪 垃圾桶 好样子 打第一题 第二题 那个我做饭的时候 那个下边那个叫什么 三个字 切什么 切什么板 切什么 地里种的是啥 梳 梳饭还有什么 爱吃水果和梳 切菜的 对了对了 不容易不容易 来 下一道 只有一次挂的机会 晚上睡觉前用什么 压锅 好 这个很简单 一下就答对了 来 下一道 咱家门口这个门上挂的是什么 没脸 没有蒙脸 咱家门上挂的是什么 爸爸得比方一下 可以怎么样呢 旁边咱家门口换鞋的 那个凳子上面是什么 镜子 好 这个好猜点吧 那个 卧宝是什么 猪猫 好 下一道 很快 在人民公园 咱在小河里边捞什么 鱼 不是 两个字的那种 不是鱼 是另一个动物 在石头巴的那种 猪猫 在石头巴的那种 李文青小朋友的猜题能力 真的是不错 短短时间已经答对了五道题 那接下来这道题 有没有难倒他呀 这个词语又是什么呢 看他如何应对 糖的味道是什么 糖的味道 天罗 会说话那鸟叫什么 好 好 我们答对几个了已经 已经七个了啊 好厉害 来 下一个 再接再厉啊 咱家冰箱门上扎的那个动物叫什么 冰箱门上那种 会飞 狐狸 对对对 那个 这个 这个工具 剪刀 对对对 9个了 9个了 加油加油 你 泥石方向以后看的那个东西叫什么 直线 对对 10 你那个抽啥里边能 能那个蘸东西的那个 胶 最后一个字对了 什么胶 双面胶 哎呀你怎么就能说双面胶 不说胶水呢 洗澡用的那个东西叫什么 三个字 抽脚机 抽脚机 能打锅的那个 洗发膏 不是 洗澡的 不是洗头的 不是洗头的 洗澡又叫什么 花草树什么 木 对 对木什么 第一个字是木 对了 木浴露 聪明聪明 夏天热要吹什么 不是空调是另一个东西 风筝 三个字 三个字 电风筝 对对对 5 4 3 2 1 哇太棒了 我们来统计一下 看看这一组家庭一共答对了多少题 13 刚好题 好刚刚经过了第一轮的比赛之后 我右手边的这对家庭呢 一共是获得了三次从我们高空滑下来的机会 那现在我们就来问一下 我右手边的这对家庭啊 素质两个人是怎么一个策略 谁先滑谁后滑 你先滑 三点三点 我先滑 我爸爸后面推我 那你觉得我们滑行的过程当中 怎样才能滑得更远呢 手呢 拉 往后拉 对往后 往后躺平 往后拉 人尽量往后躺 你们是有三次机会对吧 对 你滑几次 爸滑几次 怎么有三次 我滑两次 爸爸滑一次 爸滑一次 你为啥滑两次啊 因为 因为我 这样推不动我爸 还是很聪明的 所以你觉得这个距离的决定因素 是推的这一下劲儿够不够大 是不是 对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决定因素 你想一想 就是轻一点 比较滑得远 还是重一点的人滑得会比较远 我觉得重一点的人会滑得远 重一点的人是爸爸 可是呢 你推他的就有小 这事情好矛盾啊 想玩啊 就是想玩 对 多玩一次吧 好不好 好 好 问问我这边这组家庭 你们有四次的机会啊 决定怎么分配 再来一人两次 一人两次 这个倒是非常平均啊 有优势 谁先上呢 我先上 为什么 因为爸爸推我的时候 那个劲使得到 劲使得到 那你觉得猜一猜 你和爸爸谁会滑得更远 爸爸 这么不加思索 不留一点悬念吗 不一定哦 我跟你说 把压力都给了爸爸 好 那我们祝两组家庭 都能够获得一个好的成绩 好不好 给自己加油加油 鼓鼓加油 加油加油 开始我们的第二环节 刚才经过了第一轮的比赛之后 我们的曹腾一家庭 是获得了三次 从高空当中滑下去的机会 其实这三次 对他们来说非常的关键 尤其低滑相当的重要 那接下来曹腾一小同学 将要第一次坐到这 滑到这个下边的这个场区 对不对 第一次你压力大不大 大 有什么想对爸爸说的吗 因为爸爸要推你啊 对 有什么想对爸爸说的 爸爸那个就是 推的时候要 努力 要努力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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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踏上 我们的第一次这个行程吧 好加油曹腾一 别紧张啊 一二三 走 哇 哇 还是挺快的 听见他的喊声了吧 哇 哇 哎呀我第二位 不错不错不错 我的第一滑滑得还是挺远的 你第二次有信心能超过他吗 有 那需要看爸爸了 第二次让爸爸来好不好 好 好 爸爸上这个泳圈 其实你刚才拉这个圈子上来的时候 朋友哥哥没有帮你 就是让你进行一个热身 因为你在这一下要推爸爸你知道吗 用力的推啊 用你的小肌肉 好来三二一 走 爸爸加油 加油 加油 爸爸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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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爸爸有希望超过你 哇 加油 哇 爸爸抱着 加油 直接抓到了我们这个滑道的最紧端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好 这是曹腾毅家庭的最后一次滑行 看曹腾毅的了 一二三 加油 加油 感觉明显比第一次轻松多了 哎 他为什么每次那么疼过来 对 还真有点紧张 啊 啊 超过了第一次的成绩 不错不错 但是还是没有爸爸滑得远 看过了刚才第一组的这个表现之后 有没有感觉有什么经验和教训 经验就是 第一的是重量是第一位的 第二要把握这个 没有 复的这个 刷着这个方向 方向 对 小朋友每一次都会那个方向都会偏 对 如果打滑的话都会减速 会减速 哦 爸爸观察很仔细 那一会儿你们俩谁先上 我先上 我先上 你先上 你两次 爸又两次是不是 有没有考虑两个人一起上 这样的话 他重量是不是可以加的更大一点 嗯 啊 要不要试一下 试一下 可以考虑一下 哦 好好好 来我们期待第二组的表现吧 好 刚才曹腾毅家庭是凭借他的第二滑 他的爸爸是冲到了最远的那个终点处 我想问一下李文青 小朋友压力大不大呀 不大 不大 怎么这么有自信啊 你觉得你能冲到最远的地方 还是爸爸能冲到 爸爸呢 爸爸还是把压力给到爸爸 好 我们来第一滑 上我们的小泳圈 抓牢了啊 好 来 李文青的第一滑 一二三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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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之前玩过 就不紧 玩过 对他一点都不紧张 哇 低滑还是很远的 就差了一点点 不错 完成的不错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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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给你把这个距离给你标上 好 你拉走吧 好 接下来是李文青同学的第二滑 来 上来 争取超过低下好不好 来 一二三 加油 第二次出发 这次方向非常的稳啊 看能不能超过 居然一模一样 李文青家庭在第一轮 一共是获得了四次滑行的机会 那李文青小朋友已经完成了两次 接下来这两次 只有他爸爸来滑了 其实看那个红色的旗杆处挺远的 对吧 对 但是我们要努努力 因为李文青已经滑到那个栏杆处很接近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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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能不能超过去 看能不能超过去 哇 哇 爸爸超过了 我第一组成绩是一样的 跟那个红旗特别的接近 是不是 还有一次机会 还有一次 好 好 接下来是李文青家庭的第四次滑行的机会 但是第四次呢 李文青跟他的爸爸有一个巧妙的安排 就是说父子两个要一起上阵 争取超过终点线 我们向这个李文青家庭加油好不好 加油 加油 跟爸爸击个掌 加油 一 二 三 加油 加油 这次快了 哇 果然重量大滑的就更远 要冲出赛道了 漂亮 漂亮 最完美的一发 今天最完美的一发 那现在呢 两组已经完成了所有的项目啊 那最后只是以这么微弱的差距 这么小吗 两组的 就是这么一点点的差距 然后呢 我身边的这一组 显胜 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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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贺祝贺 但是你们今天也很棒啊 主要是因为 因为我们今天出奇招了 最后一轮 两个人一起 爸爸和孩子一起坐在上面滑下来的 所以加大了这个重量 最主要的还是他们第一轮有四次的机会 所以他们有很多不同的尝试 对的 那么这组家庭呢 虽然只差这么一点点距离 但是我们今天也有一个小小的可爱的 不能叫惩罚吧 去为小游戏啊 就是我们的朋友哥哥呢 将会带着你们一起来完成一组动作 好不好 好不好 好 一 二 三 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好 累吗 不累 不累啊 我挺累的 这是健身的非常好的一个动作 对 它全身包括你的核心都会锻炼到 那平时如果在家的话 其实小朋友如果和爸爸妈妈一起 看一会儿电视看一会儿书 起来就可以坐一坐开壳跳 来端定下身体 非常放松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亲子游戏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看着是不是很开心 也希望更多的小朋友和爸爸妈妈 都能一起动起来 好 挑战无极限 英雄出少年 不要走开 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啊 我觉得父子在一块增加了感情 然后孩子从运动中体现到运动的乐趣 希望他在以后的学习中 生活中都对他有所帮助 我对他今天的表现特别满意 就是我希望他在今后的这个学习和生活当中 能够独立地完成一些事情 就是不需要父母的陪伴的情况下 能够更加的勇敢 太极拳作为上至老人 下至孩童的一项运动 全民的接受程度都很高 而现在的太极拳也不仅仅是一种拳法 更多的是一种修身养性 锻炼体魄的方式 小朋友们集中注意力 接下来跟着教练一起学起来吧 大家好 我叫黄山 今天呢 我给大家带来的是 陈氏太极拳二十四试 下面我们学习白河亮赤 我完整演练一下这个动作 白河亮赤的基本动作要求 它要舒展大方 开的时候呢 要向外展开 脚尖呢 虚脚点地 但是呢 它有支撑的这个力量 重心呢 落于我们呢 我们右胯 形成白河亮赤 那这里面这个动作呢 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要求 我们在上步 前接的过程当中 我们整个动作你看 都是走圆 化圆 化圆这样一个动作 就是每个动作都是成一个圆形 都是这么走的 最后完成白河亮赤 一遇动作 就是呼 进行脑坠 双手变长 十字手交叉的 胸前 好 接着 不停往前旋转 收右腿 好 下一个动作 二 小叉 开步的时候 这就注意了 这个腿呢 要向我们的右前方开 右前方 这个脚 脚要放在这儿来 这个右脚要放在这儿 对 看着我们的 右前方 对 双手呢 我们要捧起来 捧圆了 不能够 扁了这个 我们前面这个实际上是一个 圆的一个空间 不能压扁了它 好 四 重心移到我们的右腿 向前 形成 左翠部 翠脚呢 我们要 别微了 向前 有一脚的距离 脚就点地 左手呢 我们去承 自然掌 向岸 地打 我们的掌根 好 右手呢 我们要掌心 向上 向外 这样一个动作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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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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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朋友 新朋友 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的英雄初少年 大家也看出来了 我们可是非常专业的 这边有来自体育频道的专业体育评论员 这边有我们专业的平衡车教练 给我们这场比赛加持 希望家长和小朋友们都一定要拿出自己最棒的水平来 好不好 那今天我们是来到了秦皇岛 在一个四面环山的这么一个环境里 进行我们今天的亲子平衡车的比赛 那今天的比赛和以往有什么不同呢 朋友哥哥 今天好像对于家长们来讲是一个挑衅 他们是干的是一个体力活 怎么呢 我们已经看到了他们在起点处拉着这个轮胎 要绕着我们这个场地跑一圈 肯定相当的辛苦 然后我们的小朋友要骑着这个平衡车 绕场地一圈非常非常多的弯道 那你刚才说的是我们第一个环节 第一轮比赛的这个内容 我们将采取一个接力的形式 家长分为两组 小朋友们也将分为两组 小轮车的比赛共分三轮 前两轮为亲子分队接力赛 穿着相同颜色队服的两组家庭为一对 先由家长出发 在两名家长完成比赛后 小朋友骑着小轮车出发 最后冲过终点的队伍将被淘汰 第三轮为小朋友的个人战 四位晋级的小朋友将骑小轮车 决出最后的冠军 好 那我们第一轮的比赛呢 将要采取这个接力的形式 最后八进六进入到下一轮的比赛 在这个比赛里面 家长能不能为孩子获得更多的时间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因为它是一个接力式团队的形式 并不是单纯的依靠个人的成绩 能够决定整体这个最后的成绩 所以家长希望在这个比赛里面能够顺利的完赛 把赛道的追途打掉 全部打翻 现在已经全部打翻了 像这样算不算犯规啊 如果能全部打翻的话 就不要按照赛道跑了 它可以直着跑了 对 但是我们依据这个经验来讲 其实第二棒接力的家长 应该要把轮胎的车控制的短一短 对 这样比赛比较好的能够控制轮胎的方向 红队率先到达了接力处 好 现在第二棒进行交接 好 我们看啊 蓝队的轮胎现在就是比较短 我们看蓝队的妈妈也非常快 红队加油 我们看绿队有没有机会能够追上我们的红队 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连续的转弯区 绿队和红队的距离已经非常非常的接近了 是因为爸爸在追一位妈妈 对 我们看最后的这个直到有没有机会 有一点不妙啊 爸爸加油 希望妈妈卡位啊 利用轮胎能够把绿色的这个 对手给控制过 谢谢了 已经超过了 太快了 好 绿队的家长已经抵达了我们的终点 现在绿队的小朋友已经出发 哇 好快 黄队出发 红队出发 蓝队 蓝队出发 还是非常非常的累啊 但是这一组的比赛是八进六 其实都还有机会 好激烈啊 好激烈 我看这一组的小朋友 其实他们就是四岁到五岁组 所以他们的技术动作会更娴熟一些 一个一个的都像非常专业的这个小车手了已经 你看这个率先来到终点的五号 非常快的一个最后的直线加速 五号小姑娘眼神也非常的坚硬 好 第一轮的四个孩子全部都到达了终点 我们看现在出发的二号是非常的快 我们看二号有没有机会能够追到他前面的小朋友 六号已经到达终点了 现在还有三位小朋友在赛场上进行拼搏 又完成了一次这个反超 最后一位再往前赶 四号居然双脚往前滑 他的领先优势比较多了 我们看八号 二号 加油 好 我们现在最后一位小朋友也已经非常顺利地出过了我们的终点 好 今天平衡车第一轮的比赛比的是相当的精彩 尤其是我们的这个爸爸妈妈 包括还有哥哥都打得是相当的漂亮 尤其是拖着这个轮胎一出场 感觉就是火力全开 看看小孩今天的表现怎么样 让爸爸妈妈来说一下 来 八号家庭 我们爱马今天表现非常棒 在妈妈不是很好的一个位置的时候 我姑娘超到第三名 非常棒 我的宝宝的表现非常棒 我非常满意 今天天然地呢 骑得非常好 而且我们这一组的配合也非常的好 孩子们都非常的不错 家长表现得也很努力 我的孩子我非常骄傲 浩宇今天表现得非常棒 他一直在努力 一直在向前冲 今天我家果果表现得非常的优秀 只是妈妈有点拖后腿了 然后多亏了我们这组的成员 我们孩子的表现也非常棒 我非常满意 因为毕竟是越级挑战 挑战了上一个年龄组的 所以能完成比赛我很满意 然后同场竞技我也很开心 同组的人很优秀 但是我们还是没得到理想成绩 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都是很尽力了 通过这个活动我们都有收获 好 接下来将是我们今天 平衡车的第二轮的比赛 我们在这儿喊出我们的口号 一二三 加油好不好 来 一二三 加油 很好的项目 锻炼孩子的一个项目 它首先就是说锻炼身体 这是第一个目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在这种输和赢的过程中 逐渐让他的就是养成这种平常心 输了也不气馁 然后赢了呢 然后养成这种强者的心态 然后逐渐地逐渐地培养这种自信心 我觉得这个体育竞技项目挺好的 然后第三点就是说孩子参加体育竞技了 然后输和赢就变成了一个他的目的 然后我们家长就会从一个权威的指导者 变成了一个帮助者 我觉得这一点是挺好的 我觉得在今天的这个比赛中呢 孩子能够融入集体 在集体中能够学会服从 然后遵守规则 然后能够增加他的集体的荣誉感 并且通过这个团队的协作 他能够感受到团队最后收获的这个荣誉感 虽然说我们这一次比赛 没拿到特别理想的成绩 但是我看到我的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的努力 因为在他平时的练习和他今天的赛场上的比赛 他是有自己新的突破的 而我也是在通过这个活动 给孩子要起的一个榜样的作用 也拼尽了自己的权利 所以说这个场比赛 虽然没有赢得更好的成绩 但是我们没有遗憾 第二轮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 家长们准备 三号 黄队的家长频率非常的快 方向控制的也不错 现在在出发处是拿到了一个领先的优势 家长们摇起这个手摇车非常的可爱 是的 因为家长的腿都比较长 可能是不太好控制 但是看到三号爸爸就是还是非常协调 你看他的车一直保湿 其实最理想的直线运动 黄队的爸爸已经离交接点的第二棒越来越近 好 蓝队和绿队的家长也要加油了 加油 加油 看看绿队的爸爸能不能找到一个时机完成反超 非常消耗体力啊 我们看现在蓝队和绿队的爸爸明显这个速度已经降下来了 其实接力赛还是有非常多的因素在 因为家长的速度 孩子的速度 孩子的情绪 其实综合都会有影响 好 我们看到黄队已经来到了接力点 看看第二位黄队的爸爸能不能延续刚才这位爸爸的这个非常好的速度 黄队的第二位爸爸这个在速度上比刚才那位爸爸稍微略逊一筹 但是我们看这个绿队和蓝队还没有完成交接 现在黄队已经来到了我们的最后一个转弯 我们看黄队的家长的车已经停下了 现在采取了这个手脚逼用的方式啊 所以这样就是没有办法控制方向 是的 是的 还是要用手 其实控制轮胎是比较好操控方向 加油 加油 你离终点已经非常近了 还有最后的三米 加油 两米 最后的一米顺利冲先 我们看啊 黄队的小朋友已经率先进入了连续转弯区 可能小朋友对家长会能完成一次超越 好 还有最后的两米加油 我们看小朋友对绿队能不能完成一次超越 几乎同时啊 我们看黄队的第二棒也已经出发 绿队第一棒小朋友也出发了 蓝队的这位爸爸非常努力 是 因为他第一棒的这个 差距有点大 是的 加油加油蓝队 我们看五号是非常的快啊 我们看在孩子的这两棒有没有一些名次上的变化 好 八号小朋友到了中间 好 我们蓝队的最后一棒也已经出发了 好 六号现在是抵达了中间 赛场上还有一位七号小朋友加油 虽然赛场上只剩下七号小朋友 但是他却没有放弃 双腿依旧在不停地登地向终点线冲去 这种永不放弃的精神 值得大家赞叹 蓝队在日常的训练中 自己也是付出了非常多的这个时间 我们看他转弯的这个技术动作 包括踏平还是都比较快 加油加油加油 冲刺 我们看他的频率非常快非常棒 太棒了 七号小朋友啊 好 今天平衡车第二轮的比赛已经全部都结束了 第二轮感觉家长们比第一轮 好像身体的透支更厉害了 因为我们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 这个手摇车对于体能的消耗非常大 也是最关键的一个部分 其实这个手摇车真的是能拉开差距的 朋友现在想问问各位家长们 对于今天自己第二轮的表现感觉怎么样 还有对于小朋友的评价 我觉得我们占了点优势 因为第一个环节是孩子妈妈参加的 然后她体力不支 然后换成我了 所以说我体力可能上来比较充沛 所以说一开始起了个好头 给我们组奠定了一个胜利的基础 主要是感觉孩子挺好 我的体力还是有点跟不上去 对 我们还是要多锻炼 对 多锻炼 这轮的表现我深刻体会到 我也得作为家长也得参与锻炼 参与这种亲子活动多参与 然后对这次表现是只是努力了 对我孩子的表现是 我觉得非常勇敢 非常自信快乐 作为家长就是在这轮比赛中 感觉给孩子耽误了很多时间 因为这些小时确实是非常的困难 然后但是孩子们也非常争气 然后跑得也非常的好 然后孩子们继续努力了 本来以为我的身高 和能占一点优势的 结果今天占了一个劣势 但是今天我的宝宝会特别棒 而且她那个弯道技术做得特别好 为她感到骄傲 其实是不是十六八五元不好 是我有点扯孩子的后腿了 前半场拉轮踩体力可能还没有恢复过来 然后第二轮出这个手摇车 确实感觉体力有点跟不上 而且到中途还出点小意外 那个轮胎那个胎还掉了 就感觉特别吃力 但是我的女儿爱妈表现特别棒 后城冲刺还比较好的 但是我们来可能是比赛 不是我们的主要目的 重点是我们参与了这次 已经我们到了 所以说我的女儿不要有什么遗憾 妈妈已经精力了 下次我们终于继续努力 好 谢谢妈妈 那今天我们第二轮的比赛 就已经全部都结束了 我们进入到决赛的这四组家庭 分别是三号家庭 四号家庭 五号家庭和六号家庭 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 平衡车的决赛环节 我们为小朋友们加油好不好 一 二 三 加油 最后一轮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们看见四位小选手 已经在18点做好了准备 这一组的决赛应该是非常精彩 因为刚才在这个半决赛的过程中 我已经观察到 有几个小朋友是非常具有实力的 所以这一组的比赛竞争 应该会非常的激烈和好看 小朋友们 加油 好 小朋友们准备好 五号 五号和四号 因为在这个预赛和半决赛的时候 是就展现出了非常强烈的比赛 意愿 我看眼神还是非常的坚定 我看他现在过了连续的转弯区 但是后面两个小朋友发生了一些碰撞 我们看最后的直线有没有机会 卡住你的位置 我们看后面的小朋友还在追 现在进入最后一个转弯 加油 有没有机会 看谁的踏平更快 好 五号的踏平还是非常的高效 拿到了第一名 四号小朋友拿到了决赛的第二名 加油 六号 加油 好 第三名 第四名 也抵达了终点 真的好激烈 好精彩 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的颁奖环节了 在这里要祝贺今天获得我们冠亚继军的三位小朋友 以及他们的家长 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了那么精彩的表现 那么精彩的比赛 谢谢 谢谢 好 我们现在将铜牌交给三号的爸爸 替孩子带上 非常棒 来 我们掌声送给他 很棒 请金金教练把银牌颁发给我们今天的亚军 好 恭喜 让爸爸帮你带上你的奖牌 好的 然后呢 接下来徐乐姐姐要把今天我们的冠军奖杯 颁发给我们的第一名小姑娘 五号 小女生 非常棒 非常棒 她今天从第一轮比赛开始表现就非常的抢眼 是 具有强烈的这个比赛的意愿 最后也是如愿所长的拿到了她的冠军 来 我们都把自己的奖杯和抢牌举起来 高高举起 高高举起 再次的祝贺 三位小朋友 以及他们的爸爸 恭喜你们 恭喜 那我们今天的比赛呢 到这里就全部的结束了 非常的开心 也非常的感谢 来参加我们节目的小朋友和他们的家长们 也希望电视机前的小朋友和你们的爸爸妈妈多在一起玩一玩 多锻炼身体 好不好 节目的最后呢 让我们一起来喊出口号 挑战无极限 英雄出少年 拜拜 拜拜 今天没有取得好的名次 但是呢 我们重在的是参与 我希望呢 以后我的女儿在她的人生道路中 体育能够帮助她 起到一种很重要的一种作用 可以锻炼我女儿的抑制品质 在平时的训练中啊 她就是一种比较坚韧的性格 比较能吃苦 比较认真 在这次比赛之前 我也想象过她可能能拿到这个奖项 没想到她真的拿到了 我觉得在以后 她要继续发扬今天这种顽强拼搏 不复苏的精神 最终能成长为一个非常勇敢的小男孩 我希望她通过今天的比赛 可以获得这种劳逸结合呀 去这种比赛去竞争 去愉快地去比赛的这种精神 去这种学习到这些 今天我的孩子 他的表现非常棒 他的弯道技术 他的弯道技术做得非常好的 最后冲刺的时候也做得特别棒 对我儿子表现非常满意 他一直在努力 一直在向前冲 花样华冰作为冰上运动项目之一 需要运动员通过高难度动作 进行展示 优美的舞姿 飞快的速度 就像是冰与火的舞蹈 接下来就跟着我们的教练 一起来学习一下花样华冰吧 大家好 我叫高崇博 我来自张丹花样华冰清军基地 下面我为大家讲解 初级花样华冰入门动作 华行中双足深蹲 在滑行中尽量重心降到最低 重心踩在前脚掌上 双手夹在膝盖外侧 保持直线滑行 下面我为大家做一下示范 深蹲时尽量重心放到最低 双手在膝盖两侧夹紧 下面由齐静城小朋友 为大家展示一下 刚才的动作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中心太靠后了容易摔倒 摔倒的时候要注意安全的问题 不要磕到你的后脑勺 然后身体重心要向前够 屁股尽量下到最低 做一下正确的动作 对 膝盖 要下到最低 对 双手在膝盖外侧 下一个动作 内侧停止法 首先双腿下蹲 用脑勺向前擦出 四十五度脚 重心控制在后腿 下面我为大家做一下示范 内侧停止法 注意听高时 脚内侧停滨前四十五度 主力脚下蹲 重心靠后 下面由齐静城小朋友 为大家展示一下 一番错误 停滨时 主力脚没有下蹲 停到脚容易停到侧面 内侧停止法 要注意停滨时 前脚停滨的角度 要在前侧方向四十五度 重心下蹲 要控制好 来一侧 如果要练习的时候 可以原地向前侧擦出 十到二十次 再来一次 先蹲 再停 先蹲 再停 再来一次 下一个动作 后胡萝卜 首先 双腿膝盖弯曲 下蹲 双脚重心 踩在前脚掌上 脚后跟打开 滑出以后 双腿站直 用大腿内侧 夹紧并拢 下面我为大家 做一下示范 大腿内侧 哎呀 似了 喜欢柿 operhorse 另外�� prospective 电视机选的小朋友们同学们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如果你舍不得没关系 赶快下载央视频 关注英雄初少年央视频号 那里有很多精彩炫酷好玩的视频哦 好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吧